為響義教育部推展家庭倫理教育政策 也喚起民眾對國內人口高齡化的重視 並且鼓勵祖孫之間能夠互動學習 觀音Dougal文件站特別舉行了 祖父母節的祖孫共學同樂活動 阿公阿嬤手拿繪本 與自己的孫女孫子一起來閱讀 並且運用互動式角色扮演 彼此共享繪本的故事樂趣 我們今天很高興來到我們觀音部落的這邊 來辦理慶祝祖父母節的活動 這是觀音Dougal文件站所辦理的祖父母節 祖孫共學同樂活動 今年的慶祝祖父母節活動 結合了感恩傳承為主 促進祖孫之間的互動互學互惠 以教育搭起了世代的橋樑 一起把愛的延長線拉長拉遠 那我們今天的設計內容是以愛的延長線為主 那我們希望說每一位祖父母在照顧我們的孫子之餘 能也能夠照顧居家的一個安全的部分 讓全家都能夠更健康 透過每年的祖父母節推動品德教育 有理真好 透過融入式活動以及教學 爺爺奶奶 孫子女都能夠在活潑而充實的課程中 增進家庭世代情感的凝聚 記者高雙雙玉立正採訪報道